大家好 欢迎来到西夏新年第八集 十年三场大战 辽国也奈何不了西夏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辽和夏之间的关系 夏和辽之间既有蜜月期也有冲突期 我们先说一下蜜月期 蜜月期党项归赴辽朝 双方共同对付宋朝 986年宋军第二次北伐辽朝 正当宋军连克沿途周线节节胜利的时候 辽国感到了形势危急 李继谦觉得时机成熟 便前世请求投付辽朝 辽盛宗欣然同意准与李继谦归顺 并认为李继谦为定南军节度时 赐给大量物资 支持他与宋朝对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大不报道真理 李继谦归赴辽朝后不久 为了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 取得辽朝更大的支持 他亲自率领500骑兵 到辽夏边界 向辽朝求婚 请求辽盛宗下架公主 当时恰逢辽与宋作战失礼 辽盛宗觉得大辽急需李继谦 从西北河朔一旦牵制宋军 于是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这门情事 辽盛宗将宗室女分为一城公主 下架给李继谦 这个操作手法和以前汉唐时期的 和亲一样 朝廷随便找了个宗室的女子 临时侧封为公主 然后再嫁给周边游牧民族 我们知道 白登之为后 憨高祖刘邦就随便找了一个宗室之女 封为公主与匈奴和亲 又比如我们熟悉的文臣公主 她也只是个宗室之女 并不是皇上的亲女儿 不过由此可见 宗国的汉化也挺深的 他认为自己是中原王朝 对于周边的游牧民族 呼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一招我来很顺手 李继谦刚刚与宗朝结好 宗盛宗就同意把公主许备给他 由此可见 宗国当时也很看重李继谦 当然李继谦也很尽心 从986年与宗朝结盟 到他重见身亡的十年间 对宗朝毕宫毕竟 小心从事 几乎每一个半月 就向宗朝进贡一次 其贡品之风 纳贡次数之情 很是少有 而宗朝为了表示对党项的重视 也在党项敬奉时 回赐一些礼品 其中不乏贵重之物 李继谦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 有能力 每当与宗朝作战取得适应 都要向鸟朝禀报和告捷 应该说初期 党项人力量弱小 不得不放递自裁 小心伺候着自己的金主爸爸 鸟国 虽然双方的关系很密切 但是也可以看出这种关系 是不对等的 一方高高在上 一方卑躬屈膝 接着 双方关系进入了摩擦期 李继谦时期下两个关系密切 但是此后 双方开始发生一些摩擦 不愉快的事情 时有发生 为什么呢 我认为原因 主要由于以下几点 第一 双方合作的前提动摇了 因为这一时间段 发生了宋摇一和 宋夏一和 李德明继位之时 宋朝在位的是宋真宗 这位皇帝爱好和平 不愿意打仗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绝不动物 重点 放在国内 维持国内稳定 1004年 辽顺从亲率20万大军公送 一路南下 禁止刹到了与宋朝京都 开封仅仅一和之格的残州 双方激战打得不可开交 不过 也就在残州城下 辽宋沿河 宋辽很快达成了和平协议 关系得以逐渐的缓和 后来李元浩建国以后 几场战争 大胜北宋军队 后人都觉得很可惜 以为西夏大胜占了很多便宜 但其实西夏国力弱小 是经不起持续的大战的 西夏抢夺的物资 与先前北宋的赏赐 以及通过缺厂贸易所得的物资相比 实在是得不偿失 由于民间贸易中断 使得西夏一些百姓 喝不上茶 穿不上衣服 国内也是怨声载道 所以李元浩就与北宋一和 西夏和北宋的关系 也得到了改善 夏寮之间合作的基础 就是有共同的敌人 现在 寮和西夏都与北宋改善了关系 所以合作的外部压力减弱 导致夏寮双边关系 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当然 你也可以说 现在西夏翅膀硬了 不甘心继续做小剧 当李元浩成立建国以后 为了争取宋朝的承认 发生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对宋战争 都取得到胜利 可以说现在是自信心爆棚 既然西夏能打得过北宋 那么打鸟国呢 不一定会输 李元浩心里一定这么想过 所以他对于夏寮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 不再是一味的忍让 我们就来说一说夏寮双方 发生了一些摩擦 1043年8月 居住在辽国夹山地区的党项部族 因为不愿意再接受辽国的统治造反 辽国几次派兵去镇压都没有成功 于是辽兴东就命令李元浩出兵 以辽军一起前去镇压 但是镇压之后 辽兴东自己独享了所有的战利品 一点都没有分给李元浩 最后让李元浩很是想不通 开始怨恨辽国 以前居住在夏寮边界 辽朝建立的党项族 看到自己本民族建立的大下国 日渐强盛 国运长盛 纷纷起来投赋 一开始李元浩还怕引起辽国不满 所以没有接受 现在辽国既然这样对待自己 那我也没话说了 后续李元浩就欣然接受党项民族的归附了 但是辽国认为李元浩 不应该接受辽朝境内党项族人的归附 希望李元浩能够及时的遣返 这些归附的党项人 但是李元浩现在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党项族人归附他建立的王国 此外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所以他不但没有将这些归附还给辽朝 反而表现出主动前去招纳 接受边界党项族人的姿态 比如李元浩引诱 辽国加山地区南部的党项部落 八百户盼头西夏 不久之后 连在辽国担任节度时的一些少数民族 也被李元浩引诱率部归附西夏 因此下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双方的冲突一出几发 下面接着说冲突期 对于辽国而言 党项人是自己扶持起来的 没有辽国的支持 怎么可能有西夏的建立 现在这个小弟竟然不听话 还想打辽国的主意 这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辽国决定教训一下 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从1044年到1053年 10年间辽国对下国一共发动了三次进攻 不过结果却是拜托胜上 我们先说一说战争的导火索 1043年7月 鸟朝出兵侦讨背叛了党项族 袁浩以同族为由发兵救援 还杀死了鸟朝招逃使肖普达 如果说之前李元浩对付辽国的动作 还算小打小落的话 那么这一次他就是捅了马蜂窝 彻底惹入了大辽国的皇帝 辽国军臣一致认为 李元浩的行为是典型的背心其一 破坏了两国友好盟约 是对大辽国家主权一种严重侵犯和挑衅 下面说一下辽国的第一次出兵 1044年10月 辽兴东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出金速征 北院树民使韩王销汇统兵六万 出北路渡过黄河 一起向西夏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一直以来西夏和辽朝隔阂相望 因为两国长期结盟 所以黄河沿岸根本就没有修筑过 稍微大一点的城堡 基本上是无险可守 所以李元浩干脆就统统弃而不守 因此 辽朝大军进入西夏境内以后 长期植入四百余里 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 随后 辽兴东率领大军在德盛斯南壁 安营乍寨 等待战机 同时 辽朝北路大军在抵达赫兰山北侧的时候 遇到了李元浩的埋伏 不过 辽朝大军乃势凶猛 不可抵挡 李元浩伏击失败 帅部退守赫兰山 撤退的时候 还下令 每退后三十里 就将放完几十里的田园枯燥 统统放火烧进 辽国此时的战斗力也不弱 遭到西夏的伏击也能逆转局势 尖闭亲眼数日之后 李元浩认为辽军应该草军娘爵 人马疲惫了 于是 他就率领大军突然向辽军发动猛烈进攻 不过 李元浩到底还是把大辽军队的战斗力想简单的 却不料辽国士兵仍然有猛异常 双方对战不分胜负 正在激战的时候 突然狂风大作 飞沙走势天空立暗 可能是古时候的沙尘暴吧 不过封沙却挂向了辽军方向 辽军将士对封沙迷了眼睛 一时间阵脚大乱 李元浩则成绩重兵急功 突破辽军防线 接着他直奔辽军大本营 得胜死难弊 大辽将士还是很英勇 殊死拼杀 死死的护卫住辽军中 杀掉了下国士兵一轮接轮的进攻 李元浩的见状 有点慌了 他知道如果如此拼杀下去 即使膝下剩了 也会元气大伤 于是主动停止进攻 辽军中在护卫的重重簇拥之下 落荒而逃 李元浩此战似乎运气比较好 老天爷都在帮他 这一战 西夏俘获了辽朝驸马 以及辽朝进程数十人 脚后的物质堆积如山 实陈何取之战 第一次进攻西夏战败以后 辽国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 不久机会来了 1048年西夏获起萧强 李元浩被太子所杀 太子随即被大臣诛杀 当时李元浩的小儿子 领章坐 年仅周岁 在皇后的簇拥下 匆忙即归 朝政随之落入皇后及其兄弟手中 时刻准备对西夏用兵的辽兴忠 认为机会来了 一声令驾 辽国大军分兵三路 气势汹汹地就向西夏扑过来了 南路由韩王萧惠统帅 中路由辽兴忠亲自统帅 北路以狄鲁为行军统领 辽国的皇帝似乎都喜欢清征 南路大军很快渡过了黄河 进入西夏境内 但是不久就中了埋伏 损失惨重 狂奔数百里 一口气过了黄河逃回辽兴 尽管辽兔南路大军遭到惨败 但是其他辽兔大军却取得胜利 辽兴忠的中路大军 打败了西夏军队的拦截 渡过黄河 攻克西夏东部要塞唐龙镇 北路辽兔军绕到梁州 一路过关斩将直驱贺兰山 在攻破贺兰山口后 一路狂飙 刷进了赫兰山上的尼公别墅 福禄的西夏国母 梅仪式 以及一部分西夏成僚的家眷 不过 辽兴忠建于西夏兵 避免不出 也苦于与西夏兵作战 辽军的损耗巨大 随后就下令班师回朝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辽国似乎不善于打攻城战 下面接着说 第三次较量 辽国上次撤兵 被西夏认为是软弱的表现 所以西夏主动发起了对辽国的报复行动 105002月 西夏进攻辽国金苏城 但是遭到了早有准备的辽少云头痛击 西夏军大败 主将被杀 三月份 西夏又进到了荷兰三角洲一带 准备吸取辽少云的威赛报 结果又被辽少击亏 不过西夏的一犯再犯 激怒了辽兴忠 新仇就会涌上寻头 1050年5月 辽兴忠决定再次发兵西夏 辽军长驱直入 将西夏首都信心团团团围住 西夏此时不敢于出城迎战 只是下令主将必成坚守 到了6月 辽军攻破赫兰山西北的滩梁城 大女而回 在辽国竟然不断的打击下 西夏国力箭衰 深感无力与辽国抗衡 所以有心求和 而辽国也因与西夏的几次战争 国力消耗不少 双方都明白 如果再这样打下去 那么得力的只能是宋朝 于是1053年 西夏国王李央作 向辽朝竞表 投降 表达了一个悔恨之意 夏辽两国重新恢复了和平 不得不说 西夏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我很早做过五路发下的视频 那时候觉得北宋的战斗力很弱 当时也有很多人觉得 如果北宋有骑兵的话 说不定在于西夏的战斗中 不会败得这么惨 这一次辽国三次进攻西夏 也没有取得什么重要成果 要知道辽国是不学骑兵的 应该说骑兵数量是远多于西夏 但是还是无法灭掉西夏 所以到底是西夏的命运呢 还是北宋和辽国都太弱了